耶稣教我的领圣参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的节目 我是简明梁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耶稣教我领圣餐 我们要继续从创世纪 圣经最早对圣餐的记载 来看看圣餐所带给我们奇妙的祝福 创世纪第十四章 第十七节十八节 我都给大家听 亚伯兰沙拜基达老马 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 在撒维谷迎接他 撒维谷就是王谷 又由撒冷王麦基喜德 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还记得我们说过 索多玛王预表的是这个世界 还有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 那么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仍然要工作 照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我们在运作 但是神要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即便我们的肉身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生活工作 我们的存留还在这个地上 但神告诉我们说 在信心里面 我们已经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乃是在灵里面 是跨越这个世界 所给我们的 因此亚伯兰他才会说 不要索多玛王给他的财物 因为事实上是在属灵里面 是神的手中 是因着耶稣基督 而让我们得着丰盛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故事 第十九节第二十节 创世纪第十四章 这边说呢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喜德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想象看这个画面 亚伯兰他打败猎王 他带着他的全家大大小小 但他们家 还有他一切的兵丁 可能停留在后面 比较后面的地方 而亚伯兰一个人 他走得比较快 他走到了沙维谷王谷 而有一位所得的王 这个世界来迎接他 不怀好意的 或带着谋算 带着其他的意涵来迎接 亚伯兰 但在他的北面 有麦基喜德 拿着饼跟酒 就是祝福的源头来迎接亚伯兰 你可以这样想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或甚至在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一个是这个世界 所带给你的诱惑 有些时候这个诱惑 看起来它并不是 并不会太不好 譬如说 索多环王对亚伯兰说 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事实上是亚伯兰带着自己精壮的家丁去赢回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本该来说 即便那很多是索多环王的财物被掳去的 只是亚伯兰帮他赢回来的 但他本来就有资格可以拿其中的一些部分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想 好像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某些事物 没有错 我们仍然照着这个世界的某些原则而生活 但亚伯兰知道 当他领了饼跟酒的时候 他跨越了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 他直接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个更高的层次 让他从主耶稣那里得着更多的祝福 而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领受这些束缚 还记得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 那不叫做恩典 那叫做该得的就是工价 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的自然的定律 对吗 但圣经说唯有不做工的 他领受的 那才叫做恩典 原来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领受我们的眼光 要看见更高的 什么意思呢 当麦基喜德拿着饼跟酒 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 拯救的恩典 麦基喜德告诉亚伯兰说 Blaze的祝福 祝福已经给你了 就是那个饼跟酒 所以因此 当我们来领受饼跟酒的时候 当我们在圣餐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 那个信念是 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保险 已经为我们 为你跟为我舍了 因此那个祝福 已经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领受 更超越的恩典 超越你的工作 所能给你的时薪 超过你每个月的月薪 超过你因为努力 所能得着的事物而已 当然努力仍然是重要的 工作仍然是必要的 我说的是 神要给你的 不只是你的工价 因为工价 做工的工价是应当的 神要给你的是更超越的 乃是在 这个应当之上 在工价之上 在律法之上 是恩典 神期待 透过圣餐 你可以更多明白 神要赐给你的恩典 或我们说恩仇 而圣经里面 亚伯兰明白这件事 他说呢 继续经文里面 创世纪第十四章 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但是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也有话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 亚伯兰一直要 告诉我们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是 不要以为这个世界 能给你 能够让你满足 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 耶稣基督 他成就的救恩 能够真正满足一个人 在灵魂体当中的渴望 阿们 所以各位姐妹 新出来的iPhone 不会让你真正的满足 你可能买到了两三天之后 你会觉得 跟前一款 差不多 你可以开心一个礼拜 或可能久一点 你可能有新的电脑 新的3C产品 或者是名牌包包 这些都很好 没有问题 但真正能够让一个人 不在空虚 让一个人能够真正得满足 我告诉你 一个秘密 就是透过饼跟杯 能够让你真正得着满足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一边索多玛王带着这个世界 所能给予的 另外一边 麦基喜德 带着饼跟酒 预表着医治 健康 真正的富足 预表着赦罪的平安 预表着 跨越一切祸患灾难的 能力的祝福 临到亚伯兰 如果各位兄姐妹 这时候你怎么选择呢 你会选择索多玛王 所要给你的一切财物 或者是你期待 领受麦基喜德 所带给你 饼跟酒的祝福 虽然只是一块小小的饼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杯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预表的属天的祝福 这是神要告诉我们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最早一次圣餐的出现 神说那就是一个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 来到圣餐的聚会当中 我们好像就是一个习惯过去了 但各位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圣餐的时候 让自己明白 这是最早的祝福 最早在圣餐里面的祝福 而且第一个字就是祝福 这是圣经里面 基督肉身的显现 而为的就是向亚伯兰 传递圣餐的真理 所以因此各位兄姐妹 你知道吗 一个信心之父 他最早看见 最早领受圣餐的时候 他就领受了这么美好的祝福 何况是你跟我 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聚会当中 领圣餐 或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领圣餐的时候 那是多美好的一画面 阿们 所以各位兄姐妹 让我们再一起准备 饼跟杯 我们再一起透过圣餐 来领受祝福 阿们 如果在你的身边有任何的饼干 或者是面包 你都可以拿起来 他预表的是耶稣的身体 如果在你身边你找不到葡萄汁 葡萄酒 你也可以拿着清水 来做比喻 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宝血 跟耶稣的身体 当我祷告一句跟我一起这样祷告 我们一起高举耶稣的身体 一起来祷告 说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为我舍的 其中预表的是 你在救恩里面的祝福 主我相信 你的身体已经为我舍 所以我已经得着了 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祝福 透过你的身体 我要得着属天的健康 属天的医治 我要得着和睦的能力 我要得着富足的祝福 耶稣基督 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而我也在你的里面 谢谢耶稣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好吧 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 我们也一起高举耶稣的宝血 当我祷告一句 跟我一起祷告 主耶稣 这是你的宝血 为我而留 洗净我一切的罪 不管是过去的罪 现在的罪 未来的罪 也包括罪的刑罚 罪的果效 罪的记录 主耶稣 你的宝血 让我能够 长长的来到你的面前 并且得称为义 让一切的祸患灾殃 要跨越我而去 所有的咒诅 都在十字架上 被取代了 带领我 回到你的面前 谢谢耶稣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耶稣的宝血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